请问你在哪里学习的中文 我在台湾 在台湾 你什么时候去的台湾呢 我2010年的时候去 2010年 去了多长时间 去了6年 6年啊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会想到去台湾的呢 那时候这个生物算我比较不容易 好 所以我就想去 那你是怎么去的呢 我以前是去 打工的 一般打工的 一般的一般的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通过中介去的 还是朋友介绍去的 我通过中介去的 中介去的 那时候需要交多少钱呢 那时候我去的 要交5400万 5400万越南顿 不是 5千 5千美金吧 5400美金 5400美金 这就对了 5400万太少了 因为20年前 他们就交差不多5千美金了 对对对 那你是越南哪里的 我是河内的 河内的 河内的 好 那你去台湾去了 这段时间呢就汉语水平提高了 对对对 那你去台湾之前会不会中文呢 之前去就汉语点 汉语点 对汉语点 对汉语点 然后在那里工作 我学了一年在日南 学了一年 然后学了一个月 然后回一回去 等一年后才去了 好 所以之前去就全部都忘了 忘完了是吗 对 那你到台湾之后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在那个工厂 工厂 在台中吗 在台北 台北啊 板桥那里 板桥 哦 那工厂是生产手机配件吗 对 电子工厂哦 人多吗 人多 那一个工厂的该有多少人呢 那时候的工厂有三百 三百人 三百多人 三百多个人 对 那薪水贵吗 薪水那时候的一个月两万多 两万多台币啊 对 哦 两万多台币的话还可有 那十几年前嘛 对吗 对对对 嗯 那你在那边刚去的时候饮食习惯吗 有没有不习惯的 刚来的时候就饮食不习惯了 因为台湾的菜比较甜 比较甜 就是加糖多 加糖多哦 对 所以我不习惯了 好 哦 第三个月才习惯台湾的生活是吗 对对 哦 哦 因为现在的台湾比较甜的 所以现在的台币比较高 就是加糖多了 嗯 越南多的话差不多两千多万了哦 两千一百多万哦 嗯 那你在那里一共几年啊姐姐 六年 六年啊 六年在那里工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回来建设事业了或者盖房子 买地盖房子 盖一个房子还有一笔钱做生意的 哦就是去工作六年回来够建房 然后也够钱再做一点小生意了 对对对 那还是很不错 我住在这边嘛 我家门前有一个小姐姐她是海洋的 她在台北工作四年 回来买一套这个公寓在河内 然后开一个餐厅 我这个餐厅生意很好 每天很多人 她卖那个芽妆的特产 那个煎的那个肉啊 还有粉 菜一起的那种 现在她开三个店了已经 对她很厉害 怎么讲啊 只要是认真工作的 对 在那边不是每天喝酒啊唱歌啊这种 都是可以存到钱的 嗯 那您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经常加班吗 有啊 每天都加班 每天都加班 加四个小时 加四个小时 对 那就是每天大概工作在12个小时是吗 嗯 12个小时 那一周工作几天啊 一周要上一月 再一周